NOSDAQ是基督教其中一個支牌 但原來剛才跟大家聊天才知道 這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為什麼是這樣的呢? 因為早期我們得知洛斯底派的資訊 就是在教父文獻裡面引用過 以及他們反對洛斯底派的資料裡面得知到他們是什麼 而沒有自己第一身的經典 但在1945年埃及納哥馬帝古卷裡面 我們第一次看到洛斯底派自己寫的經典 當中很多的經典顯示他們從來未接觸過基督教 有很多的經典包括牽涉到古代猶太、古代利美人的一些承傳 或者有些牽涉到拜佛教和不同的宗教都會有 但我小混淆就是之前說 洛斯底派裡面有很多語錄是記錄了耶穌講過的東西 所以我想我會跟很多聽眾都會認為 洛斯底派其實都是相信耶穌的 他在耶穌講的東西裡面有些知識或者教義 而成為了基督教的知派 但剛才之前聽你說原來他比耶穌基督更早的一個教義 他們相信是自古有一個叫智慧的一個神士 智慧是陰陽同體的一個神士 即是宇航福音的太初有道道與神聾在 Logos 道這個字 這個道是生生世世的會不斷在世間上輪迴 然後他會用不同的聖人、先知、列祖的形態向人顯現 然後向人傳授知識 耶穌只是其中一個顯現的一個相 耶穌只是跟其他聖人一樣 指示人如何脫離這個物質界的困所 而不是信他直接可以得救 在拉高馬大古卷耶穌經常說 沒有人會因為我邀請而進入天國 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得到多少